公民党籍社民年大约20人,星期二下午到西环的中联办门前,抗议李旺洋被自杀,他们强调一定要为李旺洋的死讨回公道,直至中共承认在事件中的责任。 国家希望不负有责,对于一个是极权,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的一个国家和政权,我们别无选择,一定要共争到底。 抗议人士末一分钟后将名字丢进中联办内,之后又将抗议的标语及话术贴在中联办的门牌上,高呼口号后和平离去。 职联会和职工盟等多个团体来在晚上七点半左右在尖沙嘴的天心码头,举行李旺洋四四五周年烛光晚会。 他们点起烛光,为李旺洋默哀,并在现场播放李旺洋生前影片,缅怀他为中国民主,砍头也不回头的精神。 大会宣布有超过两百人参加集会,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业记者陈盘,发自香港的报导。